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背景新闻 英国每日邮报揭露 武汉实验室与中国军方秘密合作9年 英国每日邮报获得的文件显示 在中国最高安全级别的武汉实验室研究蝙蝠疾病的科学家们 与军方高层官员一起参与了一项大规模的动物病毒实验 尽管他们否认与此有任何联系 每日邮报周日获得的文件显示 一个由国家主要机构领导的全国性计划于9年前启动 旨在发现新的病毒 并探测与传播疾病有关的生物学暗物质 去年1月 中国一位著名科学家发表了2019新冠病毒的第一个基因序列 仅在项目进行的前三年就发现了143种新的疾病 每日邮报称 这个病毒检测项目由文职和军事科学家共同领导 这一事实似乎证实了美国声称 武汉病毒研究所WIV与中国军队合作的指控 这项计划的5名领导人 包括病毒学家石正丽 以及中共高级军官和政府生物恐怖主义顾问曹悟春 石正丽因在山洞中寻找蝙蝠样本而被称为蝙蝠女侠 石正丽上个月否认了美国的指控 她说 我不知道武汉病毒实验室与军方有任何合作 这个信息是错误的 然而曾在建桥大学学习的流行病学家曹悟春是WIV咨询委员会成员 他是国家首席生物防御专家陈薇少将领导的军事小组的第二把手 该小组被派往武汉应对新病毒并从事开发疫苗工作 然而曹悟春在项目报告中被列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研究员 他与其他军事科学家密切合作 他同时也是军事生物安全专家委员会的主任 《每日邮报》获得的文件详细介绍了 这个9年前发起的重大军事项目 该项目名为 发现野生动物携带的动物传递病原体 该项目旨在寻找可能感染人类的生物体 并研究其演化 该项目于2012年启动 由中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 由徐建国领导 徐曾在2019年的一次会议上吹嘘说 传染病防控巨网正在形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是由中共国务院主管的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运用的国务院部委管理的事业单位 现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管理 徐建国还领导了第一个专家组到武汉调查新冠病毒 尽管有来自医院的证据 但他最初否认了病毒人传人的可能 之后他在去年1月中旬坚持说 疫情程度有限 如果下周没有新病例就会结束 有关徐建国的病毒狩猎项目的一篇评论承认 已经发现了大量新病毒 引起了国际病毒学姐的极大关注 评论还补充说 如果病原体扩散到人类和畜生身上 可能引起新的传染病 会对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构成巨大威胁 可能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甚至影响社会稳定 2018年的一份更新版本说 科学团队已经发现了4种新的病原体 和10种新的细菌 同时使用原基因组学技术 发现了1640多种新病毒 这种研究是基于从样本中提取遗传物质 比如石正利从蝙蝠粪便和血液中收集样本 这样广泛的取样 让石正利迅速发现了 引发新冠病毒最接近的样本 该样本被储存在武汉实验室 石正利也承认 在山洞中还收集了8种不明的SARS病毒 该研究所于2019年9月 将其病毒样本数据库下线 就在新冠肺炎爆发的前几周 美国国务院对病毒 从WIV泄露的可能性表示关注 1月15号 时任国务卿蓬佩奥 在国务院网站上发表声明 敦促前往武汉进行病毒起源调查的 世卫组织调查团 关注三个疑点 一 WIV内部人染病的问题 WIV内部的几名研究人员在2019年秋季 也就是首例新冠病例确认之前就生病了 这几名研究人员的症状和新冠 以及常见的季节性疾病一致 2 WIV对RATG13和基因功能的获得研究 至少从2016年开始 WIV研究人员对RATG13病毒进行了研究 该病毒是WIV在2020年1月确定的蝙蝠冠状病毒 是与2019新冠病毒最接近的样本 3 WIV与军事研究的秘密关系 尽管WIV以民事机构自居 但WIV与中共军方在出版物和秘密项目上都有合作 上个月英国、美国和其他12个国家批评 北京拒绝与世卫调查团分享关键数据和样本 伦敦国王学院的生物安全专家 菲利伯·伦佐斯说 最新的披露符合来自北京的不移植模式 他说他们对我们仍然不透明 我们没有关于大流行病起源的硬数据 不管它是来自动物的自然溢出 还是某种与研究有关的意外泄露 但我们无法得到直接的答案 生物、化学和扩散问题专家 大卫·阿什曾领导美国国务院 对新冠的起源进行调查 他说中共已经明确表示 他们将生物技术视为 未来混合战争的一个重要部分 最大的问题是 他们在这些领域的工作 是进攻性的还是防御性的 内外交困的习近平 要跟谁血战到底 据法广报道 习近平4月25日突访广西桂林的一个红军纪念员 他通过缅怀过去透露不惜血战一场摆脱困境的决心 和对取得奇迹般胜利的憧憬 局外人好奇 他向谁释放这个信息 要跟谁血战 中国官媒新华网的微博4月26日贴文介绍 习近平在广西桂林泉州县台湾镇红军 湘江战役纪念员参观时表示 困难再大就想想红军长征 想想湘江血战 他认为革命能成功的奥秘 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坚持下去 这样才能不断取得奇迹般的胜利 习近平强调 红军将士誓死如归 向死而生一往无前靠的是理想信念 此番言说被认为可能透露习近平眼下陷入困境的心情 如同中国民间俗语所说的苦不苦 想想红军两万五 外界观察习近平的困难 除美国压力外 近期对他的最大挑战 应该是今年秋天可能举行的中共十九届七中全会 如果这个会议能够召开 按照中共的惯例 应该在会上敲定中共二十大的领导人选 中共元老邓小平与其同辈曾立下党规 要求在他们身后 中共最高领导人十年一换届 以防重演毛泽东终身独裁 指党国于崩溃边缘的悲剧 掌握军权的习近平 近年来通过打摊和修宪已有所铺垫 但未来不排除仍有变数 欧盟内部报告 言辞指责中国转向独裁 经济回诺 据自由时报报道 中国议题将成为美国总统拜登 六月首度以总统身份访问欧洲的焦点议题 美国媒体政客25号披露一份欧盟高层内部报告 指出由于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独裁转向之忧虑 欧盟对中国的立场正趋强硬 对于还能继续维持经济往来与政治脱钩越来越悲观 报告也呼吁应该密切注意 近日台海紧张情势升高 Politico欧洲版指出 这份报告上周在各成员国间传阅 评估2019年欧洲战略展望报告发布以来的情势变化 欧盟承认现在大环境已经更具挑战性 反映出自去年底与中国签订欧洲投资协议后 外交关系出乎意料的迅速恶化 报告指出 过去20年来 北京已经采取更独断路线 持续其独裁转向 扩大封杀国内政治空间 加强在新疆和西藏的社会控制和压迫 中国也打压香港的基本自由 对欧中关系只会有负面影响 报告提到台湾和南海 南海和平和稳定明确牵涉欧盟的利益 近日台湾海峡紧张局势升高 应与密切关注 贸易与科技也是两大重点主题 报告提到 北京使用拖延战术 在开放数位和农业市场 解决钢铁产量过剩 以及遏制产业补贴政策等经济承诺方面 少有进展 报告以中国企业取得希腊最大港口 比雷埃夫斯港经营权为例 只需提防中国国有企业 利用后疫情时代的经济下滑之机 夺取欧洲关键产业 呼吁欧盟有必要持续强化 关键基础建设和科技基础的安全 报告说 欧盟与中国打交道 仍然取向多面向方式 但同时需要更进一步 有力的努力措施 落实既有行动 处理一些新的挑战 中国社反间谍重点单位名册 据星岛日报报道 中国加强全国企事业单位的反间谍工作 国家安全部昨天公布 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规定 明确国家安全机关 根据单位性质所属行业 涉密等级 涉外程度 以及是否发生过危害国家安全案事件等因素 制定并定期调整 反间谍安全防范重点单位名录 规定明确 机关团体企业 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 对该单位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 负有主体责任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责 新华社引述国家安全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当前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和各种敌对势力的渗透 窃密活动明显加剧 手段更加多样 领域更加宽广 对国家安全和利益构成严重威胁 同时核心要害领域仍然存在反间谍安全防范主体责任 落实不到位 防范制度措施不健全等问题 通过制定规定 依法明确 防什么 谁来防 怎么防 有利于提升全社会的安全防范能力 国家安全机关今后可以向相关单位提供工作手册 指南等宣传教育材料 印发书面指导意见 举办工作培训 召开工作会议 提醒劝告等多种方式 开展反间谍工作指导 新规定指出 对在反间谍工作中取得显著成就 或做出重大贡献的单位和个人 可以给予表彰奖励 相反 对于存在问题的单位 国家安全机关可以责令限期整改或 依法约谈相关负责人 造成不良后果或者影响的 单位及其工作人员 可以向有关机关 单位移送问题线索 建议一规一计 依法予以处理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 行事责任 CNN凭赵婷获奖 对美国亚裔人士的意义 据苹果日报报道 美籍华裔女导演赵婷 凭电影《无一之地》 获奥斯卡最佳导演奖 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亚裔女性 电影也荣获最佳电影和最佳女主角等奖项 美国有线新闻网络CNN评论认为 赵婷获奖可让人在未来 更留意美国电影界的亚裔群体 也提醒了业界女性拥有的力量及代表性 打破一些过时刻板的框架 评论指 亚洲女性在好莱坞西方男性眼中 长期被视为爱幻想 盲目崇拜 独特及欲望对象 亚裔女性在演艺事业初期选择很有限 经常被安排出演 女按摩师或性工作者等 近年 亚裔女性在目前的代表性有所转变 她们有更多的曝光机会 角色较多元化 例如2018年的好莱坞卖作电影 我的超豪男友 女性并非物化对象 编剧之一的Adelem 也有重塑及强化女性地位 在2020年由华裔女导演 闫语希指导的DC大作 猛禽暴队 解封小仇女 电影也展现了种族多元 文中指美国近来对亚裔人士的风气值得关注 组织停止仇恨亚裔 在去年疫情初期开始收集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案件 自2020年3月至今年2月底 有3795人透过组织的网上表格举报遭受种族歧视 虽然赵婷获奖不能解决种族歧视问题 但能够凭她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让人更留意美国电影界的亚裔群体 也让人知道在过去被边缘化的女性 如今在业界拥有的力量以及代表性 赵婷以凭无一之力先后夺得第78届金球奖最佳导演 第74届英国电影学院奖的最佳导演 威尼斯影展最高荣誉金师奖 美国监制工会最佳电影监制奖 以及第26届评论家选择电影奖最佳导演奖 她也是首名亚洲女性 以及有色人种女性赢得金球奖最佳导演 以及首名女性赢得美国监制工会最佳电影监制奖 赵婷在好莱坞也已获得肯定 更由Marvel邀请指导重头戏永恒族 尝试挑战不同的电影风格 生育于北京的赵婷自小性格开朗 喜欢看漫画少女时期较叛逆 但喜欢看小说和电影的她 更爱看香港导演王家卫的作品 之后她投身电影失业 每次开戏前都必看一次春光乍蟹 可见春片对她来说有着关键性的影响 赵婷16岁时到英国留学 此后她去了美国修读政治学 以及在纽约大学攻读电影 其继母宋丹丹在她获金球奖最佳导演时 就爆出赵婷16岁出国留学时 是个不懂英文的女孩 指她的成功可作为新一代的榜样 好我们继续看下面的报道 端点心抗审查 290后被拘一年开庭延期 据法广报道 端点心案被视为中国人反抗新闻审查的标志性事件 端点心网站两名90后志愿者 陈梅和蔡伟在新冠疫情期间 备份被删除的报道和评论 遭警方羁押现在已经一年 该案原定4月26日开庭 但被推迟 推特账号端点心案 蔡伟父亲今天4月26日贴文说 端点心原本计划26日开庭被取消了 今天上午 问李亦凡法官到底什么时候开庭 只说五一前不会开庭 审限更改到何时 让等通知声称自己依法办案 且拒不告知这次拖延的理由 并快速挂掉电话 后来就再也没有打通他的电话 下午去朝阳区温于河法庭 想当面问他为什么再次延期 等了一下午拒不肯见我 端点心案蔡伟父亲另一段推文说 昨天官派律师刘南征去见蔡伟 我们写给蔡伟的 只有生活关心的家书也不给转达 也不告诉他我去了北京 说担心他思想有起伏 这个说法跟以前的公安一模一样 另外跟我说他过得很好 也没有再生过病 说明他在里面曾经生过病 但从来没有告诉过我 据中国网络综合介绍 端点心网站的两名90后志愿者 陈梅和蔡伟及其女友 在该网站储存备份中国大陆新冠疫情期间 不少被删除的报道与评论文章 他们于2020年4月19号失踪 后传出被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和包庇罪拘押的消息 至今他们已被拘押一年 据维基百科介绍 端点心网站是一个搭建在GIFU开放平台上的站点 用重包方式 备份一些遭到微信和微博等平台删除的文章 端点心网站事件是新冠病毒疫情期间 对抗新闻审查的标志性案件之一 两名90后志愿者将疫情中被删除的报道和文章备份 对抗新闻审查 挽救记忆 保存历史真实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